2018IMC国际数学竞赛 日前在新加坡执行 台湾今年共有110位中小学生参赛 经过两天的赛事后 从全球1,251名选手中 赢得15面金牌 23面银牌 48面铜牌 成绩亮眼 展现台湾数学教育成功扎根的成果 在今年的比赛里面 我们来跟这些高手竞技 整个水准上 每一个国家也都提升 那我们台湾的也是进步非常的多 卢建明指出 台湾从2009年起参加IMC国际数学竞赛 每年都有卓越成绩 今年参加的学生 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 都是历经北中南出赛 副赛以及培训营等层层关卡脱颖而出 卢建明强调 数学是基础学科 数学能力也攸关国家未来 科技能力 透过这次出国比赛 和其他国家高手相互切磋交流 对台湾数学水平提升上 有正面注意